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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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用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并感 感谢观看 怎么办 我想他来了 他一定会接受我的 因为他那么爱我 他说他要跟我结婚 这个 你不会对一个 没感觉的人 就说我爱你 就说我要跟你结婚的吧 每个人都有 自己内心最介意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不介意 这个不介意那个 但他就是非常介意 被欺骗 他就不原谅你 你怎么办呢 我更加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让自己成为一个 即使有过去 也能拥有幸福的人 其实刚才有一句话 我没说 刚才配方的 有一个观点 我特别不同意 他说为了生存 好像就可以撒点小谎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站在这 我也可以撒谎 你怎么知道 我哪句话真哪句话假 任何理由 都不能成为撒谎的理由 不要为任何谎言 找借口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贱民会不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四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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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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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听她说任何话 我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 你说你比我大三岁 你说你比我大了整整七岁 你说你家里多么富裕多么有钱 我去过你家我看你家里是那样的我都替你觉得心酸 我跟我的家人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欺骗我吗 我做错了什么呢 你这样对我 我想问一下你最介意的是她撒的哪个谎 她离婚这件事 我真接受不了 为什么最介意这个呢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婚 难道有过婚时的人就没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幸福吗 不是 我接受不了她欺骗我 那我问你 你们是不是真心相爱 你觉得她对你的爱是真的吗 除了那些谎言 我不知道 那你今天干嘛要来呢 我将告诉她 我们之间不可能 明明你听我说 姑哥你给我两分钟 你说吧 让我跟她说好不好 我等一下我不说她就要走了 那你说吧 明明 首先我要先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我过去欺骗了你 听你原谅我 我知道 不管说是出于什么样的用意 去撒谎 只要撒了谎 去欺骗别人 就是错的 但是我今天 我有勇气来到这 我就想当着大家的面 我要对你说 我要告诉你 我所有的真实的情况 你看着我 我叫余永信 我来自山东 我家是农村的 我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我没有钱 我没有海外的亲戚 我一无所有 可是我爱你 谢明 我爱你 我爱你 明明 明明 你爱我 你欺骗我是吗 如果我没有在结婚前 我发现你是一定离给我婚的女人 你是不是打算我欺骗我一辈子 当我像傻子一样是吗 你知道 不尊爱的人是你 你就这样欺骗我 只是跟我结婚前达到一个目的 托我是一个北京户果还是什么 其他的 不是的 我爱你是真的 真的你欺骗我是吗 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个谎言 我是不是要被你欺骗一辈的 你跟我说 你叫你想要的是吗 你就这么爱我 你明明说你爱我 你要跟我结婚呢 你现在何要说你爱我 我听了这句话刺眼 我接受不了没有你的日子 谢明明啊 平静一下 你今年多大年纪 23岁 你撒过谎吗 没有 这辈子活到23岁 一个谎言都没撒过 没有 我很难相信 一个23岁的人没撒过谎 我问一下现场所有的观众 从出生之日起到现在为止 无论任何谎言善意的恶意的 一个谎都没撒过的请举手 其实我是不太相信的 从人说话之日起 就开始有了谎言 而且谎言的形式各种各样 除了所谓善意的恶意的表面的内在的 刻意的有意的无意的等等等等 没有人没有说过话 对于欺骗这些事情 我觉得无需讨论 人类在不断的迁徙的过程中 无论物质上精神上 它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为了改变这种自卑 我们学会了用谎言骗自己 帮助我们的内心强大 所以我建议建民 你内心好好地诠释一下 理解一下谎言的意义是什么 有些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你曾经是我最爱的女人 你知道我没怎么谈过恋爱 你就这样欺骗我 我还把你带到我父母面前 说我要跟你结婚 你知道当初我有多开心吗 你知道吗 我要跟你最浪漫的一个求婚仪式 我要让你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这一切我都为你准备好了 但是你亲手毁灭了我们的幸福 我不是游戏要伤害你 游戏我告诉你 我们结束了 这枚戒指 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以后我不要能见到你 以后我不要能见到你 别 就是我来讲 我来讲 这个战略的 我来讲 你这样就来讲 我听到这枚天 对我没了 我给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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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钱去购买第二次第三次 更重要的是撒谎 他有瘾 他可能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未来无数次的骗我 所以这一点我完全解释不了 我觉得你 你做一个真诚人并没有什么不好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我们生活的健康 我们吃自己种的菜 其实活的真诚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这个男生 本身也不适合这个女生 对于一个一年多朝夕相处的女人 连他的出身 连他的历史都没搞清楚 这样人即便有北京户口 即便有家族产业 难道他真的能驾驭得了吗 有这些东西不足以 就能给一个女人 付托一生的幸福 他还太天真了 他是个孩子 对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对 就是我喜欢他 也不是因为他的北京户口 真的是 真的一点 爱一个人 真的一点都没有吗 真的没有 我不在乎说 不 我发现我们经常会 因为某种所谓的道德洁癖 去扭曲人性 在乎人的 一个人的人 和在乎他的条件 这是人之本性 我觉得呢 我们女性呢 很多时候呢 很着急 想要抓住幸福 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有能力 面对自己的过去 然后给自己幸福的能力 好 我们不要再依靠男人 给我们幸福 好不好 加油 我一定会努力的 谢谢老师 记住啊 不要矫枉过正 我们要尊重人性本身 不说假话就可以了 好吧 生存不是撒谎的借口 爱你也不是撒谎的理由 做一个人 就是要真真实实 好吧 来 再见 所以我还想 跟大家说一句话 好吗 我现在要对大家所有的人 也对我自己说 我会做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会做一个自信的女人 我会努力完善自己 让自己做到更好 离过婚的人 一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好 在于永新的恋爱中 袁建民一直恪守着真诚 与细心的呵护 在于永新独自回避 结婚的请求后 袁建民独自来到 于永新家中 永新的假面身份 随之暴露 尽管永新真诚地挽回 但是谎言如同毒药 早已侵蚀了真爱 最终 袁建民选择 结束这段内情 今天我们为永新的真诚 忏悔而欣慰 也希望永新 靠真诚 获得今后的幸福 建民与永新的这段感情经历 同时也警惕着我们 以承代人 是做人做事的基础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有底线 无论爱情 友情 亲情 但不要尝试着去触碰别人的底线 它是一个不可触碰的花瓶 说明白了 交往的就没劲了 如果你完全不明白 也许你们从来不曾互相了解 掌声欢迎下一位告白者 大家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夏威 今年13岁 读六年级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妈妈的照片 妈妈的照片 知道自己来干什么吗 知道我帮爸爸找妈妈 向妈妈告白 我要带妈妈回家见爸爸 也是爸爸的心愿 我要把他完成这个心愿 你没见过妈妈吗 我从小就没见到妈妈 我问爸爸 他就一直说妈妈在外面打工 在外面打工 一直这样说 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才来找妈妈呢 因为爸爸病了 他现在自从2010病了之后 站都站不起来了 他很瘦很瘦 他的腿还没有我的胳膊大 爸爸患了什么病啊 我不知道 今年的时候 爸爸听了一个月的药 病情也越来越重了 然后我的一个亲戚 他来看爸爸 他看爸爸已经病得那样子了 他才把真相告诉我 妈妈从小他就不要我 所以你恨妈妈吗 我恨他 我本来还长大了想去找妈妈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再也没有想去找妈妈了 但是你今天还是来了呀 那是爸爸逼我来的 我不想来 这边也是爸爸逼着我拿来的 你们说这样的妈妈值得找吗 我觉得他需要找他的妈妈 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他必须得对你负责任 他作为一个母亲 他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什么事情都不管 母亲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抛起他 我相信他一生都会还这个债 还也还不清 母亲必须出现 承担起物质层面给你的帮助 可是田家你有没有想过 这位母亲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他了 那个时候离开一个孩子 可能意味着这个孩子活不活下来都难说 他都可以抛得下 那么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你说他还会回来吗 他会去承担那个所谓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吗 他可以完全的不去认他的母亲 但是他的母亲必须在物质上给予他的帮助 可是他的母亲现在也未必过得好 很可能根本也没有这个物质能力 来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呢 最关键是这个孩子现在不应该承受这么多 所以母亲的出现对于孩子来说 可能在情感上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在物质上无论如何 他必须做到他母亲在法律层面 应该做的那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无论有什么隐情 他都不应该去抛弃你 我觉得这样的妈妈 你不要也罢 真的不需要他 真的不需要 父亲病重后 没有母亲的嫁嫁 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夏威 小小的肩头上 那么多久 对于母亲离家的原因 夏威从懂事起就不再多问 如今病重的父亲 只要夏威找到从未谋命的妈妈 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那么12年前 就因贫困而抛弃夏威离家出走的妈妈 会来到节目现场吗 编导跟我说这个孩子家里养了一头猪 是吧 但是他已经 但你有多久没吃猪肉了 有好久没吃了 就是2012年开始很少吃肉 就算有一点肉 有一点点肉我都会给爸爸吃 你这自己在家里会干点活吗 家里的活圈都是我一个人干 洗衣服 做饭 挑水 看菜 都是我一个人做 然后我还会去山上玩些草药 到这上 给爸爸换药 就简简单单 他们一般来说上山打一捆柴一下 因为不想往返的次数太多 一捆柴基本上都是在六七十斤左右 那还算轻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有些人 只是长得像人 但是没人味 所以这种人基本上不能称作为人 不管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都是这样对她的称呼 如果她今天要是能来 我认为倒可以为自己的过去赎一赎罪 但并不代表你没有罪 十一年 一点声音都没 就算她现在来了 我也不会认她 为了爸爸 为了爸爸 我还是希望她回家看一下爸爸 你看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为了父亲都能委屈求全 你说你一成年女人 你怎么可能走得无影无踪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妈妈今天没来 你完不成爸爸的愿望怎么办 对我没有影响 对爸爸有影响 他会伤心 如果妈妈来了 但是说她不想见爸爸 她就想把你带走 我绝对绝对不会跟她回家 希望你妈妈能够来到先祝 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恩借 金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恩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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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没来 完不成爸爸的心愿 妈妈肯定会伤心 小薇 你跟普通的女孩子不一样 你比普通的女孩子要坚强 按道理来说 我不应该把事实的真相去告诉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这样的话会对他造成阴影 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们后来找到了你母亲现在的住址 但是当我们去到那个村的时候 那个村里的人特别排斥我们 知道我们是来找他母亲的特别排斥我们 压根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具体住址在那 我们只知道是那个村但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母亲自己不愿意见 要不然的话谁也拦不住 都找上门了 我说这些话你可能会不高兴 会伤心 会对母亲失望 但我必须跟你说 因为你有权利知道这些 我这呢 是我们了解到的你妈妈的地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唯一的心愿就是 希望有一户好的人家 能把我们家最乖的夏威 带回家 我不想跟别的叔叔阿姨走 我想说如果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话 他为什么要对一个13岁的女孩子这样呢 我想求一求夏威的妈妈 我求求你来看看这个孩子吧 好吗 如果电视机前有叔叔阿姨愿意帮助你 并不一定要把你带走 只是看见你很乖 很喜欢你 想把你认作自己的女儿 你可以接受的 那并不代表你要离开这个家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 你说呢 你要一定坚强 努力 我希望你的内心永远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别人为什么都有妈妈自己没有 而你要想到的是 你没有妈妈 但是你可以如此的优秀 我记得 我的奶奶在世的时候常常会说 山里有仙女 那个时候我一直不信 但是今天看见夏威 我觉得我信了 她是那么美丽 善良 有志气 而且那么有责任感 可以照顾自己的父亲 爷爷奶奶 可以用稚嫩的肩膀承担那么多 而且当她拿到妈妈的地址 却把它撕掉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自我的女孩 我觉得这个女孩太值得我们尊重了 我希望你把人生之前的那些坎坷 化作一种动力 不断地向上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你就是夏天里的一朵紫薇花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谢谢姐姐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状况 不是因为她的母亲离去 而是因为贫穷 然后父亲的疾病 我愿意给你这个物质上面 给予你一定的帮助 ואת她的频道 就是16 000 300 1 100 0 8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3岁的夏威在父亲病重后 用瘦小的肩膀坚强地挑起了照顾爸爸爷爷奶奶的重担 虽然夏威的爸爸试图通过电视平台 在自己很可能不久于人世后帮夏威寻找到一个好的家庭 但我们看到的客观现实是 夏威离不开爸爸和爷爷奶奶 而夏威如果没有了夏威 很可能就会失去最后的力量 所以解决夏威的问题关键是 她在承担照顾亲人的重担的同时 能健康地成长 所以我们能给予夏威的支持和帮助 不是领养 而是和她一起帮助父亲早日走出病痛 早日获得健康 妈妈 我不用你抱 我也不用错了 我也可以走 你抱我 他要走 走给一个 我可以走 可以走我 向妈妈告白 我希望他让我错了 妈妈 我不用你抱 我也不用错了 我也可以走 你抱我下来走 这就告诉你 他比别的阿姨姐 你知道吗 我不信 你抱我放下来 我抱给他 你不要 我自己可以走 我走给一个 我可以走 可以走我 都是妈妈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我不敢去学校 要不然就不会发生 真正的事超过了 要不过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老师妈妈走了 再怎么办 今天是想跟我的男朋友告白 想知道他这个网友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其实搞不好他就喜欢跟男生去聊天 他愿意跟男生去亲密一点 正因为他是一个女性 他会担心说你会介意 搞不好你是他和他之间的第三者 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 说话一些语气 我觉得他就应该是男的 男的聊成内呀 默默的他那么恶心的话都说 我也不会离开他 我也不会丢下我的朋友 还要跟他聊 那你跟我在一会干什么 你两个都想要是吗 之前我还觉得他有可能是个男的 当你解释之后 你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我不相信那个人日子能过得太好的 我真不相信 但凡是有一点良知 我不相信他睡得着觉 咽得下饭 然后再看到自己再次生的孩子的时候 他能不想这个孩子 如果你想 来看看他吧 就这样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福专家 新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